这个机器不是不怕短路吗 给大家试一下短路的问题 这个短路是怎么回事呢 然后呢找了两根焊条 然后把它拧上去 然后这个这样 然后呢这段我也给它拧上根焊条去 然后我把它放在一起 让它进行短路 没事啊 焊起来 我拿个圈子夹着 先让它控载 它控载的频率是比较高的 它的效率也高 但同时呢它是最不怕短路的 为什么不怕短路呢 接下来我们继续实验它不怕短路 接上师傅电源 冷华 冷卖 冷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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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杜茜 这么短路它都没坏 它为什么不坏呢 原因非常简单 为大家讲一下它为什么不坏 大家看一下 这个杆框管它是控制难的 它控制在这个图层柱这个位置上 也就是说这个变氧器只要有磁场 它的杆框管是不打开的 也就是这个图层柱是不给它通电的 也就意味着它每次打开的时候 必须是变氧器的磁场完全消失了之后 它才打开 所以说它就不容易烧管子 为什么不容易烧 像我们为什么用驱动板去做 就很容易烧管子 或者说要加各种保护电路 是因为它这次关上 在下次打开的时候 它不管变氧器有没有送磁 而这个工作方式 由于杆框管是放在这上面的 所以就导致了 只要你有磁场有送磁 我就柜间不打开 只有你完全消失了之后 我才能打开 所以这时候它的开启电压是非常低的 所以这种方式是永远不会烧管子 这个呢 做这个机器做成这个样子 主要是告诉大家 就说管子是可以用的 怕烧管子 就用个干黄管这种方式 当然你也可以用霍尔 哪一种方式就可以 只不过要告诉大家 是这种绝对不烧管子 就算你把这个散热片 温度很高很高的 它也不会烧 怎么弄它也烧不了 为什么不烧 刚才也说得非常清楚了 因为它在打开那一瞬间的时候 是必须完全的磁场消失了 也就意味着它是零电压开打开 它怎么可能烧管子呢 管子烧的最大的一个弊端 就是电压过高 一旦击穿了就烧了 管子发热 一般情况很难烧 只有电压高的时候 一秒钟完蛋 没有一秒钟 可能零点一秒钟就完蛋了 所以只要管子不烧 最好的办法就是在电压 接近为零的时候 或者电压很低的时候 它才打开这个管子 然后管子通电 那是永远烧不坏 我们继续短路 看到没有 就这么短路 烧不坏的 好了 这么烧就烧不坏 疯狂的短路 就是烧不坏 好玩吧 不过一定要注意安全 这东西是比较危险的 这么烧的 就烧不坏 好了 视频到这了 我们下载的电压